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耶稣圣灵正道 靠着圣灵的帮助 我们继续来分享但以理书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但以理书的第二章 第二章的第五个主题 就是永恒的国度 世上是没有永恒国度的 但在今天我们会看到 神在地上建立了永恒的国度 那么祂在什么时候建立呢 祂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单约理书的第二章 今天这个主题 永恒的国度就是真耶稣教会 这是我们自己的教会 是跟我跟你 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的 我们看单约理书二章 我们读44到45节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 天上的真神并立另一个永不败坏 也不归别国的人 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国 这国必存到永远 45节 你既看见非人手 着出来的一块石头 从山而处 打碎金 银 铜 铁 泥 那就是自大的神 把后来必有的事 给王子民 这梦准是这样 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好 我们短短的 这两节圣经当中 却深深地藏着 丰富的议员和丰富的奥秘 因为这个议员 这个奥秘 关乎到神的救恩 神的计划 从这两节圣经 我们看见两节重要的议员 两件重要的事 第一个事情就是 真耶稣教会的出现 就是还有真耶稣教会的使命 这包括神设立 永恒国度的目的在里面 那第二件事就是 基督在灵审判天下 这两件事都是 救恩计划里面的 的内容 是救恩计划里面的 第二个阶段 跟第三个阶段 之前传道不是讲过 跟大家分享过吗 救恩分三个阶段来进行的 第一个就是 真神耶稣基督 亲自道成肉身 成立十字架 第一部分的救恩计划 救恩工作 主耶稣独自地完成 我们人不能够参与的 也没有资格参与的 所以主耶稣说 完了 成了 在十字架 第一头下来说 成了 完成了这个 救赎的部分 十字架救赎的部分 在使徒时代的时候建立 末后的时候建立了 真耶稣教会 这个就是今天的主题 永恒的国度 就是救恩已经进入到 第二个部分 正在进行中的工作 到45节的时候 就会看到救恩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主耶稣第二次再临 毁灭这个世界 审判这个世界 我们常常说的世界末日 然后教会被提上天 那就是神的救赎计划 救恩 全部到此 大功告成 全部完成 你看 短短的两节而已 里面却隐藏 启示着这么丰富 这么傲逼的 救恩计划在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永恒的国度 其实还有一个主题 就叫做 基督在灵 神探世界 那么永恒国度什么时候出现呢 请注意看44节 当猎王在位的时候 当那些猎王还在位的时候 那就是指今日 我们这个末世时期 今天我们上一次 有看到那个大象 从金头移植到 那个脚趾 那个头啊 那个胸啊 那个腰啊 那个腿啊 都已经过去了 都已经过去了 那些帝国 那些时代 都已经过去了 都消失了 那剩下来的 就剩下脚趾头 十个脚趾 表示很多的意思 众多的猎王 众多的国家 那其实就在讲现在 所以我们常常说 现在是末世时代 因为已经到脚趾头了 那么在这个猎王 还在位的时候呢 神就设立了一个 永远的国度 这里我们看到 神的心意 这里我们看到 真神的爱 神真的爱我们世人的 因为他在毁灭世界以前 先建立永恒的国度 他就是先拯救 然后才来审判 所以我们从四十四节 我们要看到神的心 我们要看到神的爱 那个爱是爱我们世人 爱我们的罪人 就好像当时的挪亚时代 神还没有毁灭 当时挪亚时代的时候 神就先做一件事 叫挪亚建立方舟 那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希望那些 进入方舟的人 洪水还没有来之前 进入方舟能够得救押 在创世纪挪亚时代是这样 神的心是这样 现在到末世 神的心意还是这样 那你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就是 神爱世人的心 原来都没有改变 从来没有改变过 没有减少过 而且那些世人是罪恶的 是罪人 是非常罪恶的人 如果不是很罪恶的神 就不会毁灭 是吗 因为圣经启示我们 当时的那些世人 恶已经满了 恶已经达到天庭上去了 可是神还是要进行拯救 神还是爱他们 爱我们 神爱世人这件事是真实的 而且所爱的都是一种罪人 就是我们这种罪人 可是谁去了解神的心 谁去明白神的心 那神借着丹余里书 这里的启示 四十五节还没有毁灭 这个世界以前 还没有把那个大象打碎以前 先建立神的国度 这是每一个神儿 你要明白的事 要感恩的事 所以要赶快进入 神所议备的国里面去 四十四节 建立这个永恒的国度 四十五节就毁灭了 这是神为我们做的议备 要审判前的议备 这是神给我们死亡前 灭亡前的一种拯救 就是透过神的国来拯救这件事 所以我们要非常明白 真教会的使命 真教会的工作 就是拯救灵魂 拯救生命 拯救灵魂 好 看四十四节 这里说 天上的真神 并另立一个国 那另立一个国 就是这个国呢 神必另立一个国 这个国是真神设立的 不是人所设立的 世界的国 都是人在建立的 但是这个国呢 是天上的神设立的 所以神的国 所以真教会叫做神的国 因为是神设立的 这也是我们所有 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要很清楚的事 教会不是某某长老 某某传道 某某长子建立起来的 绝对不是 我们这些工人 能够建立神的教会吗 我们自己这么软弱 自己这么多 不完美的行为 我们能够建立神的国度吗 有时我们也贪爱世界 有时我们也非常骄傲 有时也有极度贪心 也有很多自私的行为 你说这个自私 这个传道建立这个教会 你在开玩笑吗 真耶稣教会是神设立的 所以这里说 天上的真神 必另立一个国 真神的教会 那么这个神设立的国 有四个特色 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 这个国呢 是永不败坏的 世界都会败坏 因为世界都属物质 可是这个神国呢 是不会败坏的 因为它不是属物质的 它是属灵的国度 所以这个是真教会的特色 是属世跟属灵的那种分别 那种差别 那种分别 如果真教会呢 是属世的 那么它一定会败坏的 它不可能永远的 属世的怎么可能会永远呢 属灵的才能够永远 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是属灵的国度 知道吗 不要常常用你的肉脸来看它的外表 看它的这种物质的东西 物质的这种表现 情形 它整个都是属灵的国度来的 所以它永不败坏 在里面有真正信仰的人 有真正耶稣生命的人 有真正被圣灵充满 借出国旨的人 他们真的是 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信仰 真的是永不败坏的 因为他们整个生命都是属灵的 你看到的一些信徒 有一些教会会败坏 会堕落 会腐败 那是因为他还没完全地属灵 他一些属灵的 一些是属世界的 直到他努力地不断地更新自己 被圣灵充满 整个都属灵起来 就是圣洁荣耀美丽 所以他就永远不会败坏 不会败不会坏 请注意这个是真教会的特色来的 也是真教会看得见的见证来的 所以我们大家要努力 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了 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属灵的 神的国度是属灵的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属世的 所以单单在这方面我们就亏欠神了 就不能够荣耀神了 甚至被魔鬼来 留下地步被魔鬼来攻击 来毁谤 所以请你注意 这里神的国真教会是永不败坏 是什么意思 圣灵会帮助我们 当然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完全属灵 但是主耶稣允许圣灵会帮助我们 圣灵给我们就是要帮助我们 进天国 就是要帮助我们达到进天国的目标 达到进天国的那种要求 那种地步 那种境地 我们不能但是圣灵能 只是你愿不愿意被圣灵充满 愿不愿意借出圣灵国子 愿不愿意靠圣灵来行道理 第二个特色 神国的永恒国度的第二个特色 这里说 这个国也不归别国的人 这说明什么呢 神国的人不属于任何种族 不属于任何国家 所以这里说 不归别国的人 里面的全都是属真神的 没有再说你是中国人 我是日本人 你是美国人 你是非洲人 没有 没有这些种族 没有这些国家 因为不归给这些国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种族 没有错 自同被神远选 救到神的国以后 被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以后 哪一刻我们的生命都改变了 我们的整个身份也改变了 完全属于神不再属于世界 所以也不再属于任何种族任何国家 这个都是有圣经的根据的 请看明书记的23章 明书记23章的第9节 这个世界很奇妙的事情 本来撒旦借作假先知 要来咒诅神的百姓 他也真的要来咒诅 但神就改变那个假先知 贪财先知的口 他的咒诅变成祝福 他要咒诅变成 向神见证这些神的显明 这些神的显明是怎样的明呢 第9节 我从高峰看他 从小山望他 这是独居的明 是不略在万民中的 真的吗 神改变他的咒诅 变成祝福 变成一种见证 为神的百姓来见证 这一群人是不能咒诅的 这一群人是不属于 任何世界任何种族的 他们是独居的明来的 不是不列在万民万国中的 这就是符合了 这个翻译里书2章 40世界的神国的第二个特色 那主耶稣也正视了这件事情 绝书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的 因为祂根本 祂不是属这个世界的 请看亚福音书17章 14节到16节 亚福音书17章14节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可是世界恨他们 世界为什么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正如我 耶稣说 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 15节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只求你保守他们 脱离那个恶者 这是主耶稣向真神 将天父祷告的时候祈求 不是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而是叫我们进入这个世界里面 去传扬神的福音 去见证真神的爱 去见证神的永美荣耀 但是呢 求神保守我们 在这个世界脱离那个邪恶 16节 耶稣再次地祷告 祂我们就是我们 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正好像我不属世界一样 主耶稣要我们跟祂一样 怎样一样呢 就是不属世界 就像耶稣不属世界这样 因为耶稣是从天上来的 那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 不属这个世界 是从天上来的 有神的形象 荣耀 样式 所以这是真教会的第二个特色 不归别国的人 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 在世界各地都有 各个国家都有我们的信徒 但是呢 都是一家人 同一个国 同一个灵 同一个神 在第三个特色是什么呢 第三个特色 这里说 我们回到 段一里书的第二章 Let's come back to the book of Daniel chapter 2 第三个特色说 这个国呢 这个永恒的国呢 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 The third characteristic that this kingdom shall break in pieces shall break the other kingdoms in pieces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What does that mean 这第三个特色就是在见证说 神国的权柄 以及神国的得胜 This third characteristic is to testify the authority and the victo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他存在的 他存在 被建立在这个末世 他有一个使命 The reason of his existence in this end times is with a mission 他有一个很神圣的这个使命 With a very sacred mission 就是要打碎灭绝世上的国 世上的那种罪恶 那种世上的撒旦的国度 That this eternal kingdom shall break in pieces these kingdoms of the world of Satan 那这是真教会的权柄 That's the authority of the true church 也是真教会得胜的意向 得胜的应许 It is also the promise of the victory of the true church 所以第三个永恒国路的特色 就是神国里面有神的权柄 有神永恒 永远的得胜 Therefore the third characteristic of the true church and the kingdom of God is that we have the authority of God and also the eternal victory of God 因为这里说 神的国要打碎灭绝一切的国 世上一切的国 你知道这个世界的国 都是属撒旦的 都是属世界的 都是来自世界的 属于撒旦的 那么真教会的使命 他的权柄 就是要毁灭撒旦的工作 对付撒旦的工作 所以圣经这样告诉我们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是要做什么的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要对付魔鬼的 圣经有没有这样讲呢 请看这个耶和义书的第三章 耶和义书第三章 第八节 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书就是犯罪 请你注意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是要做什么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这就是神建立永恒国度的目的 你叫做真教会的使命 真教会要打一场属灵的战争 不是跟属血气的人战争 是以那空中邪灵恶魔来争战 我们是神的儿子 主耶稣也是神的儿子 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所以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 这样的宣布 叫门徒到祂的面前来 祂做一个宣布 耶稣说天上地上的权柄 祂都得到了 祂把天上地下的权柄 这个就是神国的权柄 赐给教会 那这个权柄要来做什么呢 耶稣继续说 丰族的名 替他们受洗洗洗他们的罪 那么就是用借做神使的权柄 去赦罪啊 去救灵魂啊 借做神使的这个权柄 是把人从魔鬼的权势下 被魔鬼的控制下 把人解救出来 拯救出来 那就是跟魔鬼临战啊 这就是神国的权柄 以及得胜的 这个是在起书里 常常出现的一个见证 无论元帅耶稣 骑着这个白马 胜了又要胜 这个就是权柄跟得胜 权柄跟得胜 请看哥林多前书的15章 我们来读 24到25节 我们来读 然后就把国交以父神 25节 因为基督必要作亡 等神把一切仇敌 都放在祂的脚下 26节 当末了的时候 静末的时候 要毁于头顶 就是死亡 这个不是神国的权柄 以及得胜啊 这种权柄在耶稣身上 这种得胜也在耶稣身上 那耶稣就把这种权柄 跟得胜 施给了教会 交通给了教会 所以神的国 一定有权柄跟得胜的见证 那么你要得到 神的权柄跟得胜 你必须要符合三个条件 教会要有这种神的国 要有这样的得胜 你一定要符合这三个条件 因为你说你是神的国 你必定要有真理 就是主耶稣说的 主耶稣所吩咐的 主耶稣所交代 让我们去做的 你一定要照做来遵循 你有照做 你相信神的 主耶稣讲的 你遵守主所讲的 你照主的话来做的 你就有真理 这个就是有真理 第二个条件 那么你要有神国的权柄跟得胜 你必须要有圣灵 这个教会必须要有圣灵 这个圣灵就是主耶稣的灵 也是真神的灵 也叫做真理的灵 那你要有这种权柄跟得胜 第三个条件 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 这个教会必须有神的权柄在里面 这种权柄就是神迹其事 能够行出 有许多神的神迹出来 这个证明什么 证明神同在 证明神的权柄在教会 所以当我们说 神国的第三个特色 权柄跟得胜的时候 你要符合这三个条件 我们谈谈到 圣灵的力量和神的权柄 你必须要有这三个条件 今天的基督教会 有哪个教会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呢 让我问你 哪个基督教会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呢 那神国的第四个特色是什么 神国第四个特色 这里说 必存到永远 看回这个但一里书12 第1章 这个国必存到永远 所以这个国才被称为永恒的国度 我们的题目就是永恒的国度 因为它可以到永远的 那彼得长老有很清楚的解释 为什么这个神的国叫做 可以被称为永恒的国 因为它有三个部 到底这三个部是什么 你能够符合这三个部 有这三个部 你就能够进入永恒 你就能够进入成为永恒的国度 请看彼得前书第一章 彼得前书第一章 我们读三节到四节 约颂赞荣耀归于我们 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父神 祂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助主耶稣基督 从此里复活 从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这个活泼的盼望是什么呢 第四 可以得着 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摔船 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局 有看到吗 永恒国度的三个部 第一 它是不能朽坏的 第二 它不能够玷污的 没有黑暗 没有罪 没有腐败的 第三 它不能够衰残的 第三 它不能够衰残的 那这个永恒的国度 这有三种这种特色 有三种这样的见证 那么这个永恒国度呢 请注意 是为你们 就是为我们 是为我们 存留在天上的局 所以神的国度是永远的 那我再问你 为什么说它是永远的呢 它凭什么能够永远呢 因为它不能够朽坏 它不会坏的呀 第二 它是不能玷污 没有污蔽 没有腐败的 那就是完全圣洁的 第三 它不能够衰残的 不会说老了 衰败的 不会的 这么荣耀 永恒的国度呢 不会败坏 不会玷污的国度 是给我们的 是为我们存留的呀 是那些给相信的人的 是给那些 跟从耶稣得救的信徒的呀 而且这个给我们存留的 存留的是在天上的 不是地上的 我们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 我们读二十六到二十九节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允许说 我再一次 我不但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第一次震动地是什么时候 那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看前面的 前面的记录 这是指神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 整个山 整个地都在震动 大震动 可是当耶稣说 他还要在震动天的时候呢 还要再震动一次 那震动天 不是震动地 他说 不但只要震动地 也要震动天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27节 这再一次的话 就是指明被震动的 就是受到之都要挪去 就是世界末日 当世界的国都消失的时候 神要使那不能震动的国长存 所以神亲自的见证 那永恒的国度要让它长存 不被震动 能震动的被震动的都已经消失 都已经毁坏了 28节 所以我们既得了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够震动的国 我们真教会叫做不能震动的国 就是不会消失的 能经得起地震的 能经得起天地震动的 它经得起站立的柱的 所以真教会有这样的见证 有这样的 这种力量来占领 这是它的特色来的呀 这是它的力量 它的权柄来的呀 所以我们就应当感谢真神 用全程敬畏的心来侍奉它 所以无论是彼得长老 还是希伏来书的作者 都不断地跟我们解释 什么叫做永恒的国度 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件事情 神的国必存到永远这件事 我为什么要一直重复这计划 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些 变职的传道人 既然已经变职了 就不应该称他传道人 应该是假先知 他们现在不断地在教会 来影响教会神的羊群 他们说神会再建立一个 真教会 因为这些人 这些变职的传道 变职的工人 或者离开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他们对真耶稣教会不满 对真耶稣教会非常不满 也不相信这个教会 是神的教会 也不相信这是独一的教会 独一得救的教会 以前是相信的 现在已经不信了 因为他们说 神会毁灭 毁掉这个真教会 丢弃这个真教会 再另一个真教会出来 再新的 另一个新的真教会出来 听起来好像有道理的 就好像那个施洗汉说 不要你们要悔改 不要自己认为是亚伯兰的子孙 不止已经放在树根上 如果犹太人 你们亚伯兰之后再不回 确实悔改 神要叫势头兴起 另一个神的子民 他们是用这计划 耶稣讲的 施洗汉讲的 那计划是真 是应验 因为他们拒绝耶稣 不愿意悔改认罪 所以神真的是兴起 外邦人 外邦人 显显外邦人 成为另一群的 神羊群里的 一个神的羊圈 可是当在末世 圣灵建立真 耶稣教会的时候 那时刻 就是根据 但一里书这里所讲的 44节 神要另立一个国 永不败坏 也不会摔墙 也不会玷污 那就说明 他不可能 他不会再另立 另一个真教会的 不会了的 如果他现在设立的 这个国 是这个神的 真耶稣教会 结果他又败坏了 他又玷污了 他又乱七八糟了 那根本就不是 这个 这根本就不是 永恒的国度 这个真耶稣教会 因为他不能够永远 所以才要另立一个 新的出来 这个跟 但一里书 二章四十四节的 议员 这个 神的启示 不值 不符合真理 不符合议员 不符合神 神的计划 这里很清楚 他一建立的时候 圣灵一建立的时候 就是永远的了 这不是我讲的 你没有看圣经的吗 这国必存到永远 你没有看到的吗 存到永远 你又半徒说 毁灭了 又再来过另外一个 又建了另一个国度 那个就是有问题 我们圣经不说 我们就会这样被骗的 讲这些话 因为他们对真教会不满 因为真教会 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 没有满足他们的需要 他们不满意 他们自己离开 自己出去 有另立一个真教会 另立一个国 请问 从这种不满而出气的 是神力的吗 神设立的吗 是圣灵设立的吗 而且最重要是要用真理 来对照他们所讲的道理 对照他们所行的 所以你不要被迷惑 被骗 又真教会 神毁灭了 然后又另一个真教会出来 圣经没有这样的意言 神没有再有这样的计划 没有错 真教会里面有假信徒 有败子 有败子 有山羊 有恶人 甚至圣经说 作恶在里面 作恶的 可是那些不是 真耶稣教会来的呀 那个不是属真神的呀 其实说这是属地上的人 是住在地上的 不是住在天上的呀 他们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在破坏神的国呀 在污蔑神的国 但是他们不是 不是神的真正的子民啊 不是真以色列人啊 不是呀 里面都是有真的 就可以永存了 就不被动摇啦 不被震动啦 就像彼得说的 彼得正好说的 不能死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产 所以你看一些信徒的 那种真实信仰的 他们就是有这样的 这样的见证 这样的信仰行为 不会死坏 不会败坏 不会污蔑 不会衰产 你看啊 身体虽然会毁坏 可是他们的信心 他们的灵性 越来越丰盛 越来越健壮 越来越丰盛的 没有衰产的 反而更加年轻的 更加有力量的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个是永恒果度的 四个特色 那跟着四十五节 四十五节说 飞 哎呀 我讲不完了吧 可能讲不完了啦 没办法 那我看 留到下次讲啦 留到下次讲啦 因为这是讲 第四十五节 就是耶稣基督 在你的事情 所以今天 四十四节 我们就讲一个主题 永恒的果度 就是今天 在末世神 圣灵建议的 真耶稣教会 它有四个特色 四个见证 那么下个星期二 星期六 已经暂停一下 下个星期二 我们讲四十五节 就讲四十五节 就是基督在领 审判天下 求神继续地祝福 带领我们 biscom 以宣灵建议去 祝福 我们 伊 仲